這張專輯 你好 你好 來這邊 請坐 這一次 這張專輯 基本上 它發行的日期很巧 因為它是在 農曆新年之前 農曆新年之前 算是 大概是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12月18號 12月18號 在台灣發行 OK 當時候選這個日期 有沒有任何的 為什麼啊什麼的 算命啊什麼的 其實沒有耶 為什麼 就那時候他們就 就是James 他就跟我說 我們就18號 或者11號 然後我就覺得 你沒有問他為什麼嗎 1和8 不是10和 是17號 17號跟18號 10或17號 那我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我生日就 9月17嘛 我就隨便挑了一個17號 OK 那這個農曆新年 你是哪一天回來的 因為你最近在台灣好像很忙 我最近就是 就是因為不單單只是在那個台灣 做宣傳 然後這一次還有 就是去到很多別的地方 是 然後都是從台灣出發 這樣子 然後這次有去到 因為香港也是同一天發行 對 也是12月17號發行 所以這次有去到香港啊 然後再回來台灣這樣子做宣傳 所以這間中 你應該是第一次回新加坡吧 因為就是新年嘛 對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有那個時間 就是回來 然後順便過了個年 過了年後 然後休息幾天後 然後就現在就開始 開始做宣傳 對 我很好奇齁 就一個歌手回來過新年的時候 尤其剛發新專輯 家人會不會啊 你看這是我兒子啊 這專輯幫忙支持一下 爸爸媽媽會這樣 其實我媽媽還蠻低調的 低調 可是我們去到那個 就是我們去拜年的時候啊 因為很多親戚朋友都會 來到那個 就是我的 家裡拜年 就是不是我家啦 可是去我長輩家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會 大家就會拿著那個專輯嘛 就會說 蛤 欸我這次有支持 就是你的專輯呢 我說什麼 因為這次比較特別 因為這次就是在新年的時候發專輯 對 所以我就在那個 我們的家裡就是辦了一個小小的簽名 蛤 有人排隊那種啊 家長啊 兄弟姐妹啊 但是都是親戚朋友 而且 今年除夕應該有點特別 因為有 就是有在 就是 現場的節目 有做表演嘛 對 所以他們隔天他們大家都會 跟我說 昨天有看到你還是怎麼樣子 就是 跟 往年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往年都蠻低調的 對 就回來過年 是是是 所以今年會不會有一點不習慣 那 欸 恭喜專輯發片啊 而不是今年快樂這樣 會很奇怪 沒有沒有 這是很好啊 啊 幸運了 大家都看到我就會 就有大紅大紫 大紅大紫啊 我就會 所以呢 在今天的記者會我們特別準備了這樣子的一個冰雕 是預祝你呢 可以這個專輯呢 銷量突破十萬張 十萬張 十萬的一個大目標 對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 就是往這個目標前進 因為前 就是上兩個月在公司的時候 嗯 就是師兄羅志祥 嗯 他就是有得到那個白金認證 對 然後他就有那個 我就在公司看到那個認證的時候 嗯 我其實是看了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就往 你就一直看著 看著他發呆 為什麼 是因為白金很閃耀嗎 沒有沒有 因為現在這時候就是可以賣到十萬張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看著他我就說哇 這真的很厲害 是 然後之後我就發了一個微博給他 跟他說我打從心裡的就是崇拜你 因為真的 真的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 欸 白金認證要賣多少張 嗯 就是欸 這我不太清楚 可是他那時候 破十萬啊 破十萬 破十萬就有白金的嗎 但是因為他是十 很多 都破了十萬 對 那現在很多歌手其實都沒有辦法破十萬 對 破十萬現在很難 就是六個數字的 對對對 所以呢我們先預祝你 得到這樣的一個好成績 謝謝 因為最近 這張專輯的成績真的算不錯 然後我自己真的非常開心 是是是 好我們現在先往我們的冰雕那個方向 前進 好不好 可以了齁大家準備好了齁 好 我們要破這個冰槍啊 十萬張率 最後再讓我們一見 這個變化專輯能夠突破十萬張的銷量 好 一二三敲到幾號 好 一 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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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危險喔 好像沒有吃過這樣過癮的 退遠一點喔 退遠一點喔 來 哇 很明显的 看得出你敲得很爽 敲破了